大家好 欢迎来到禅静 开始今天的分享 我家的小师兄今年七岁半 正上小学二年级 这次期末考试成绩揭晓 三门课全优 两门主科满分 真是超出了我的意料 因为我本来以为他能考95分以上就算胜利了 在孩子考试之前 我跟一个师兄讨论过 修行会不会影响小佛童的学习这个问题 这位师兄跟我相比是老修行了 非常静静 对佛菩萨是完全信寿靠岛 他家的小佛童读小学三年级 每天跟着这位师兄拜佛念佛诵经 功课量远远在我家小佛童之上 师兄说他现在很少管他孩子作业 他孩子独立自理能力却非常强 他劝我要放下 让孩子学会自己成长 要相信佛菩萨都给管了 墨学非常惭愧 当时还坠坠不安 他小师兄考不好 受家人责备 而且最担心的是 家人会因此怪罪 我只顾自己学佛做功课 没有照顾好孩子 耽误了孩子学业 从而导致他们对佛法产生误解和抵触 小师兄性格也是贪玩好动 他放学后只完成学校规定的作业 有时间了就是玩 然后看课外书休息 而平时晚上我下班后 只是匆匆检查完他的作业 就忙活自己的功课去了 很少进一步辅导他 周末休息时 小师兄更是基本都在玩 运动画画音乐等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而别的孩子周末都在上补习班提高班什么的 晚上也在学习 小师兄自己说 他上课做到了认真听讲 所以学习没问题 说的还挺自信的 从小师兄上幼儿园开始 我在接送他的路上 开始让他跟着我念几句符号 不过 也是有口无心吧 后来他上了小学 也没有特意给他安排定课 他就是自觉念佛 平时上学路上课间 睡前都会散念符号 有时上课听不懂 遇到难题也会念念符号再来思考 睡前若有时间 都会拜一下佛 有时间就几十下 没时间就三次九次这样的 有时作业多 完成后都很晚了 就在睡前 跪在床上 面对西方 礼拜阿弥陀佛三拜 然后默念佛号睡觉 不过 每个周末 因为时间充足 他都会专门拜佛 一般拜108拜 有时拜120拜 念符号一般是1000-2000升 期末考试之前 小师兄在佛堂 祈请佛力加持 希望考三个100分 而且还跟佛菩萨讨价还价 说如果满他这个愿望 他会每天做如下定课 每天拜佛108拜 念佛300升 平时散念符号 我当时觉得很可笑 说如果佛菩萨满你愿 是不是有些不公平 平时学习用功的那些孩子会多可怜 小师兄听了 只是微笑 也不反驳 结果 这次他用成绩给我降上了满意的答卷 也让我增上了对佛力的信心 其实我们大人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念佛人的一切 更弥陀佛都会安排得好好的 念佛学佛不仅没有耽误小佛同学习 反而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成绩 那么进一步想 我们大人若把修行融入工作生活中 将也会收获大满贯 相信阿弥陀佛随是阿弥陀佛的安排 也会少很多妄想和烦恼 在附上几则小师兄念佛生活意识 一小师兄 在观看家中福堂供奉的是尊彩色脑设立时 从两次看到佛 第一次他说是看到一尊站着的佛 拖着宝塔 感觉是在极乐世界讲法孩子太小 说出这样的话我都纳闷 因为我从来没跟他讲过极乐世界讲法什么的 只是大概介绍一下佛菩萨 第二次 他描述说 感觉不是在家里 是在一个四周是砖面墙的地方 看到很多结佳夫做的佛 都披着黄色法衣 前面三尊佛非常高大 后面排列的就看不清 身形要小一些 就像八十八佛像里面的那种样子 当时 我和在场的朋友朋友孩子都没看到什么 只看到设立塔里的中型设立 也就是这次之后 小师兄真正相信有佛菩萨的存在 他当时还问我 怎么没有看到菩萨 只看到佛 他以为要看到画像上那样的观音菩萨才对 我说佛菩萨其实是一体的 没有分别 这件事也再次证明个人姻缘福报不同 信心深浅不同 和佛菩萨感应就有不同 小孩子的心眼和大人相比 更为纯净 信心更真诚 也就更容易感通佛力 二小师兄梦中几次遇到危险都会念那摩阿弥陀佛 有一次是梦见带着妹妹和同学出游 被妖怪追逐 看到旁边有个打坐的老和尚 穿着浅棕色法衣 老和尚走过来 便出类似削笔刀的法器送给他们 说你们快拿着上天上去 他们就每人拿一个 上天了 妖怪就无法追上去 说这个梦的时候 小师兄乐得哈哈笑 觉得太好玩了 还有一次 他梦中跟同学出去 有人说有大地震 小师兄说自己不害怕 反正我会念佛 然后心里就默默念佛 另有一次 梦见去朋友家玩 见他家里有观音菩萨像 类似机器人 观音菩萨走出来合掌说你真棒 小师兄觉得好奇怪 佛像怎么会说话 观音菩萨说完话就退回去了 三小师兄上课时 有些内容听不明白 没有完全理解 或者做作业时遇到不会的题目 他就念佛 念一会佛号就懂了 可笑的是 他有时怕老师提问 竟然也念佛 求佛保佑不要让老师点到他 四小师兄在路上遇到死去的昆虫 或者流浪猫狗等 会在心里默念三归一 有一次一只猫咪竟然一直盯着小师兄看 表情很滑稽 无忧几次在学校 小师兄突然肚子疼 身体不舒服 就会把手放肚子上 念佛 念六字大明咒 一会儿就OK了 又自从这半年拜佛念佛后 小师兄两年未遇得便秘好了 以前便秘时非常煎熬 有时候还便血 而且原来三个月左右就会感冒一次 坚持不了两天就需要去医院看医生 而这学期没有请过一次病假 没有因为生病花过一分钱 偶尔感冒几次 都是拜佛念佛几天就OK了 在现在这个污浊的环境下 学校里几乎没有断过请病假的孩子 感冒病毒一波强过一波 有些孩子一个学期病好几次 经常上医院打点滴 还产生了抗药性 以后抵抗力会越来越降低 真是不得不感慨 多亏佛力加持 念佛的孩子身心受益 当今的社会 虐童暴力伤害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每天让人提心吊胆 唯有念佛 孩子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佛力加持 增福增会的原化解 遇难成祥 希望有缘看到此文字的人 都能让自己的孩子学佛念佛 在上学路上放学路上睡前 哪怕只念三句符号 都得大利益 佛菩萨会一直跟随加持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收获一个安乐美满的人生 直至去向菩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